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要竞逐明年的台湾大选 不过侵律智库近日发布民调 有48%的民众表示不支持郭台铭独立参选 他的民意支持度也是敬陪三党参选人莫座 不过郭台铭认为民调遭人操弄和真正的民意不同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决议独立参选台湾2024大选 近来勤走基层倾听民意 没有想到却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我不会支持他的 我唯一支持就是赖清德 这名富人是深绿支持者 但不支持郭台铭的声音恐怕不是少数 情侣智库近日发布民调 甚至有48%的民众不支持他独立参选 不过郭台铭不以为然 我觉得现在民调的问卷都有问题 我的独立参选的目的 是为了要整合三党 为什么民进党现在媒体开始对我轮番式的攻击 我现在是绿色的媒体对我攻击 蓝色对我攻击 侵律智库民调也指出有53.4%的民众认为 郭台铭一旦投入选战 对民进党的赖清德最有利 我的选民都是隐姓选民 大部分都不善于表态 所以我最后讲说民调的部分 那问卷的制作也是一样 你这单问一个说 郭台铭独立参选赞不赞成 这个不会让蓝清德躺着选 我有那么笨吗 我有那么傻吗 不过情侶智库问到民众最不愿看到谁当选时 有28.3%的民众选赖清德 位居第一 有学者分析 这意味台湾民众对赖清德的台独立场 仍有疑虑 富王卫视 黄家腾介敏怀台报导 黄家腾介敏台报导